确实在21岁的年纪 事实的真相已经不那么黑白分明了 就像出生和死亡那样让人捉摸不透 不过在7岁时 他们都很单纯明朗 当时导演问在格鲁基亚的阿莱纳 最想买什么东西 他在同伴的提醒下 说出了电视 小狗和花瓶 如今21岁的他已经结婚 正在商场挑选送给丈夫的礼物 他表示自己从来不存钱 因为他不是一个节省的人 如果手上有闲钱 就一定要花出去 阿莱纳并不担忧 因为他丈夫汇存钱 在当地卖手机不少账 他和妈妈生活在格鲁基亚的鲁斯塔维 这座城市是苏联时期 为了促进格鲁基亚发展专门兴建的 但现在很多工厂都关门了 大量的人员失业 好多人成天就在大街上站着 不管下雨还是下雪 他们就在街上聚集 把这个叫做社交 由于是多民族聚集区 阿莱纳在14岁时就掌握了多门语言 包括英语 俄语 格鲁基亚语和土耳其语 但即使他的格鲁基亚语说得很熟练 当地人还是会对他另一相待 小时候的阿莱纳也有过远大理想 表示长大想当医生 但现在他说上学要花钱 买毕业证也要花钱 就算毕业了依旧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干脆就没去上大学 他表示之前也工作过 但挣得非常少 在咖啡厅工作大概一个月50美金 并且这里的人对俄罗斯族有偏见 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就像如果有人看见俄罗斯女的抽烟 或者跟别人走在一起 就会指指点点 就在拍摄期间 阿莱纳家再一次停电了 他说现在到处都在说空话 说现在是新政权 其实完全没有起色 退休金才涨了三拉里 只有14拉里 所以大家对未来已经丧失了希望 什么都是越来越差 天黑之后也最好不要上街 有很多小偷还会遭遇抢劫 尽管如此 他并不想搬到别的地方 虽然这里没有电没有煤气 但他已经习惯了 他很多朋友都在这里 阿莱纳和丈夫是中学时认识的 而他的丈夫是格鲁吉亚族 但由于阿莱纳是俄罗斯族 他父母反对 所以他们一直都没办婚礼 他们依旧深爱对方 然而去年一场灾难降临到了 这对年轻夫妇身上 他们的女儿由于出生后 患有先天性缺陷不幸夭折 仅仅十个月大 阿莱纳到现在还是很难过 孩子出生后他们被医生告知 孩子活不了多久 于是这对年轻的父母 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把孩子留在医院 签字确认准备回家 但当他丈夫看到护士 根本不管孩子 任由他和其他有缺陷的孩子 饿得大哭时 他于心不忍 重新找来公证人 把孩子接回了家中 自己照顾 后来他们听说 医院会把孩子送到孤儿院 而在孤儿院 有可能摘孩子的器官拿去卖钱 几个月后 阿莱纳带着孩子 去俄罗斯看病 那边的医生看他们 就像看傻子一样 并且告诉他们 如果孩子刚出生时 就做手术 很快就能痊愈 目前已经太晚了 后来他们想起诉 接生的医院 但有亲友跟他们讲 起诉医院根本没用 格鲁吉亚 完全没有王法